当地时间6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 将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 就在同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已经准许乌克兰攻击额境内目标 对此普京警告必将作出回应 俄罗斯会采取哪些措施 西方不断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将给俄罗斯冲突 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带来哪些改变 英国媒体爆料称 北约正在制定未来可能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计划 而几乎在同时 美国军方4号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核导弹 内媒报道称 该导弹能够在30分钟之内到达莫斯科 那么美军试射高超音速核弹 俄罗斯又会如何应对呢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今天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本台特议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欢迎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鸿先生 欢迎 好 首先通过短片来看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6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 法国将和乌克兰启动新的合作 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斗机 并尽快开始在法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此前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凯萨自行火炮 风暴指引群航导弹等武器 此外 乌方人士5月31号投入 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派遣第一批军事剿关 美国总统拜登6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 已准许乌克兰攻击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境内目标 但还未允许乌克兰攻击更远的地方 例如莫斯科 被问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拜登再次强调俄罗斯拥有核武能力会让他担忧 并表示容许乌克兰越境打击俄罗斯目标 只是消灭俄军部署在边境的军备 当地时间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7届圣别的保国际经济论坛 开幕当天表示 一旦西方国家参与对俄军事打击 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 俄必将作出回应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到说 要向乌克兰提供欢迎2000战机 一提到这款战机的话 很多我们的观众网友都会提到说 在这个西方的外销机当中 提到这样的四载机和F-16相媲美或者相比一比 那这种情况之下 法国的表态包括说 对于乌克兰的飞行员进行相关的培训 那这样的一个战机到达乌克兰战场的话 会对俄乌冲突有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呢 欢迎2000到底给多少 以及什么时候给 然后作战能力是否进行限制 三国号依然是这个我们搞不清楚的一件事 所以下一步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 比如说提供的数量啊 包括时间点 以及呢 对各种攻击能力的限制 如果全部取消 这样呢 在欧洲冲突中有可能会花不一定作用 首先呢 如果法国真的给了欢迎2000 它会形成一个三国的大拼牌 目前F-16战斗机 包括瑞典英式战斗机 以及法国的欢迎2000战斗机 如果全部向乌克兰提供 那么乌克兰将拥有西方的三款战机 而且在空战能力 作战水平方面 很北约化 如果把目前北约国家预警机 包括空战体系相互组合 这样呢 它的空战能力 是多国联合进行 这样呢 对这个俄罗斯空天部的威射能力 有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第二呢 这个欢迎2000战机 目前呢 不是最好的战机 美国人认为 四代机中 欢迎2000是最差的 而且跟其他战机相比 有明显的短板 而且从整个综合作战能力去分析 它的性价比非常有限 美国人甚至声称一个发动机 它甚至低于骁龙的推重比 雷达如果是早期型号 只能用这个魔术尔导弹 像米卡中具蓝色弹都无法使用 而且法国把价格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 到底这次是送还是卖 到现在依然是大问题 你像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 美国自己买是6000万 现在向乌克兰提供1000万美元 所以从这个到底是以什么价格 交给乌克兰也是个大问题 另外这款战机形成能力的周期 有可能比较长 按照F16战机的改装 首先学英语 然后再训练 再进行相关的战术演练 有很多环节 如果法国的欢迎2000给乌克兰 乌克兰先得学法语 然后再重新进行战机的各种操作训练 战术训练 所以如果能够从能飞能打到能赢 三个阶段去进行比较 欢迎2000和F16一样 到达乌克兰上空参加作战的周期 有可能会相对较长 所以这次法国虽然在凯撒 斯卡普机翼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基础之上 把欢迎2000重新提到一日程 但是什么时候行程能力 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 总之法国态度可以情绪地表现出来 但是要想实战中立竿见影地实现 对俄罗斯空间部队的优势 难度一定不小 那么提到西方对乌克兰战场的军援的话 就从怎么给到怎么用 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话题 那之前节目当中讨论到 说包括美国德国方面改变以往的态度 部分允许使用西方军援 跨境从乌克兰打击到俄罗斯边境地区 但当时咱们提的时候说 是对于这种有限的炮击进行反炮兵的作战 那最新的表态看到6号的时候 拜登也说了说 允许使用相关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领土 也是跨境打击 这番表态和此前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美国的表态意味着在乌克兰 它的介入程度进一步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 在乌克兰获取的外部的军援 几乎占到了一半 当美国松口 实际上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打击能力 和打击的手段更加丰富了 特别是我们知道 俄中处一直以来主要的战场 是在乌东南部 那么现在美国开了这个劲 则意味着战火会向俄罗斯南部延伸 可以说战火可能会波及到 俄乌边界的库尔斯科 比尔格罗德 罗斯托夫 甚至会更远的地区都会影响到 可以说美国这种战禁 使得战火从俄乌边界地区 变成了俄罗斯南部地区 那么这对俄罗斯社会 会造成巨大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 那么同时美国取消的这种禁忌 实际上会带来很多外交上的示范效应 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是完全不设限 那么这样俄乌冲突的烈度和范围 就有可能大幅上升 而且美国的这种做法 会也是不负责任的 它会有可能引发俄罗斯非常激烈的报复 毕竟一旦战火燃烧着俄罗斯 那么对普京总统而言 就意味着国家主权和安全会受到威胁 看乌克兰如何去使用这些美制装备 如果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采摘损失的话 俄罗斯报复的手段会可能非常激烈 我们也知道俄罗斯一直在提核报复 实际上一旦美国的这种取消限制 取消俄乌冲突的这些红线的话 那么欧洲的安全局势就会大幅的上升 风险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不小的 刚才我们也在谈到俄方如何来反应 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态说了 如果说西方国家参与到对俄的军事打击 则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 俄方将作出反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初期的军援不断地突破底线 到现在军事武器使用的方式 也在不断地探底线甚至探红线 那俄方有哪些回应的措施和手段呢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 如何使用西方的这些武器 如果真的是说用西方远处的这些武器攻击 俄南部甚至是中心城市的话 那么俄罗斯的报复手段会非常激烈的 如果仅仅是边际地区的这些 军事目标的话 我想俄方可能会采取一些军事上的 甚至是外交上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俄罗斯会打击 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基础设施 军事目标的这种打击力度 俄罗斯可能会对针对于外国的这些 雇佣军重要的这种军事目标 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进行重点的打击 来起到对这些先军装备削弱他们的这种战场效能 当然俄罗斯也提到了说有可能采取不对称的反应 那么也就是说在圣别的报经济论坛上 普京总统说 那么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这些相应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 俄罗斯也会相应的将它的武器提供给其他的第三方 让第三方来打击相应国家 比如美国及北约的成员国 在他们的海外的军事基地 或者是他们的重要的这种目标 这样的话就导致俄与西方之间 陷入了代理人战争的范围会扩大 他们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多 我想到这里普京讲到了说 一旦西方参与对俄攻击 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到 这个战实际上还要取决于战到什么程度 达到什么程度 那另外其实我们再观察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北约也是动作不断的 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登贝格 近期就在记者会上表态说 北约没有在乌克兰部署军队的计划 来看相关内容 6号在芬兰访问的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登贝格 在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没有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的计划 北约方面关注的是建立 对乌克兰更强大的支持框架 以及寻求达成对乌克兰的 长期财政承诺 不过据英国美日电讯报 6月4号报道 北约正在制定计划 如果未来北约与俄罗斯发生战争 北约将沿着西欧多个陆地通道 紧急部署数以万计的美军 报道援引北约官员的话称 为了应对俄罗斯可能发动的进攻 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 让30万军队随时待命 此外 据俄美5号报道 立陶宛军方表示 北约组织的波罗的海行动 2024演习 5号在波罗的海拉开文明 报道称 此次演习由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组织 来自20个北约成员国的 约9000名军人 50多艘舰船 80余架飞机将参加演习 立陶宛军方说 从规模上说 这将是波罗的海最大规模的军演 当地时间6号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发布消息表示 由四艘俄罗斯海军舰艇组成的编队 将于6月12号至17号 正式访问哈瓦纳港 好 那就在5月底 也就是5月31号 北约的坚定捍卫者 2024演习刚刚结束 可以说是冷战以后 最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演习 而且是在大西洋两岸 甚至于延伸到了北约的东翼 那紧接着在6月初 要开始的波罗的海行动2024 那可以说两个都是在俄罗斯家门口 而且是接续的时间很近 如何来看北约这一系列 就在俄罗斯边境地区 进行的这种系列军演 北约演习目前无论是力度范围 包括针对性都在进一步提高 你想坚定捍卫者的演练行动 把之前的模拟地图变成真实地图 把之前的模拟目标变成真正俄罗斯 所以这个演练的方案跟打击方案完全一致 对提高实战能力的确有比较大的作用 如果不同的演练行动连续进行 而且在捍卫者四个月演习期间后 马上就进行波罗的海2024演习 估计后边还会有波罗的海威风2024演习 说明首先它要连续施加压力 如果不同的演练行动在俄罗斯周边连续进行 那表明在周边的压力没有空隙 而且没有时间差 而且通过大规模的联合演练 和局地的联合演练 要把不同的作战方案进行了组合 这样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 将会达到史上最高 也标志着美国和北约在为开战做某种准备 俄罗斯周边所形成的战略压力 从冷战没有这样大过 第二要抵近形成压力 你像之前的演练行动 跟俄罗斯还有个弹性的边界 那波罗的海就近代支持 而且之前B-52在波罗的海的演练过程中 基本上形成对圣彼得堡的打击能力 我想这次演练行动 很可能是贴着俄罗斯的加班口进行 而且会把现在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作战能力 包括加雷尼格勒全部纳尔集中 所以这个威慑能力和以往不太一样 如果通过这次演练行动 把北约国家最恐惧的毒刺加雷尼格勒全部覆盖 这样对于削弱加雷尼格勒在战时 对北约国家纵身打击能力 也会发挥一定作用 另外是全员演练要增加威力 之所以选波罗的海大概就是北约两个国家要加入 你想芬兰现在瑞典已经成为标准北约国家 所以从这两个国家入约以后 整个的波罗的海会成为北约内海 如果在这个状态下形成包围态势 那么现在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生存能力 包括现在这个北方首都圣彼得堡的生存能力 将会大幅的下降 所以通过这种联合联益的行动 要表达美国和北约的态度 最近英国人对于北约对俄罗斯的开战 画了一张图 其中南中北三个方向 如果具体目标来看 好像比这次演练行动更加具体 首先美国要从路特丹登陆 然后进行穿越德国匈牙利 然后到达前线 瑞兵北约地区要通过挪威 然后瑞典芬兰到达前线 南部地区可以通过意大利到匈牙利 然后接近前线 从希腊 土耳其到前线 总之呢 这个三个方向五个点位 它所形成的打击能力 的确就像许牙利总理欧尔班声称 如果把高中低相互组合 目前北约和俄罗斯 直接交战属于中等状态 所以大规模的演练 它传递的不光是声音还有行动 那说到这个北约方面的话 瑞典农贝格表示说 目前来看的话 北约没有说在乌克兰 部署兵地的计划 但同时英国媒体呢 也谈到了一点 刚才杜燕姐也谈到这个问题了 说在计划应对 如果说直接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 那就是在陆路通道当中 打开几个这样的一个陆地运输通道 紧急从西欧地区部署 数以万计的美军 进入了这个东侧的这个地方 东一地区 那如何来看这个北约的整体战略部署 尽管北约秘书长说 北约无意直接在乌克兰参战 但是北约实际上都在做 与俄罗斯未来直接开战的 这种军事上的准备 我们知道去年2023年的北约峰会上 已经明确提出要部署 30万快速反应部队 同时呢 北约在2023年到2024年的数次军演 就像杜老师刚才所说的 以实战为背景 做俄罗斯直接开战的这种军事上的准备 那么从这次从这个陆地通道呢 实际上就说北约更加贴近于实战 从军事调动的这种角度出发 那么设想在战时极端情况下 那么美军从西欧向东欧 北欧东南欧等几个方向 快速移动快速调兵 这样一种这种实战机制的一种演练和检验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从现在俄与北约之间的这种军事对峙 不仅仅在乌克兰事实上 在北欧地区在瑞典泛兰加入北欧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军事对峙 日趋紧张 所以呢北约实际上也预见到了 未来俄罗斯与北约在乌克兰的这场地缘政治博弈 大概率可能会预期会有可能会走向更加升级的这样一种态势 因此呢他们会在多个方向多个机制来演练北约 应对极端情况的一些准备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北约虽然口头上说是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克制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从2024年以来 北约不断地去取消原物的很多限制 那么导致更多的先进武器 更多的这种打击的精准武器 到达乌克兰 交付给乌克兰 使得现在对俄罗斯的这种军事上的压力 对俄罗斯南部的安全形势的这种威慑 会可能已经预判到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激烈报复 甚至是核的报复 那么现在北约已经是着眼于未来俄乌局势的发展 作为相应的军事准备 如果是真的像普京总统在圣米德堡军事经济论坛上所说的 北约的这种挑衅行为 踩踏红线的行为 俄罗斯必然会直接地报复 或者是紧张地带来一些不可测的形势 另外我们看到古巴方面表示说 就是在6月的12到17号 俄罗斯的四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将到哈马纳港 其中也提到了喀山号核潜艇 当然也在提到潜艇的时候说没有携带核武器 那这样的一次编队的出访当中 包括核潜艇是否有针对美国的意味 按照普京总统针对美国解除部分美国武器装备 打俄罗斯境内目标 以及其他十多个北约国家 解除了本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 俄罗斯总统要做出强力判断 要把这个武器装备出口部署到美国敌对国家 如果按照目前进行各种打击行动和演力行动的状态来看 这次出访基本上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的升级版本 那么下一步恐怕不光是核潜艇 包括水分编队要在古巴部署 在离美国比较近的像古巴包括委内瑞拉 都会得到俄罗斯远程武器装备 如果按照俄罗斯在敌人后院部署武器冷战就如此 现在更迫切 如果大量的中远程武器装备 以白菜价格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赠予方式 像美国周边部署 那么它所形成的打击能力 对美国本土将是严重威胁 所以对于俄罗斯周边美国武器装备的存在也是威慑 第二呢 如果把这些武器装备 像美国基地周边部署也是个策略 比如把这些武器装备给了朝鲜 给了这个伊朗 给了这个胡塞 给了其他这个与美国有矛盾的国家 这样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和部署 也会免得较大威胁 所以目前看呢 如果这次部署没有带核武器 那么下一部署到底带不带核武器 这个很难讲 因为它本身有带核武器的能力 所以这种这个态势也说明了 非对称作战 双方从冷战延续到现在的后院战略 还要在未来的俄美博弈中大量使用 那另外我们就看美国的一些动向 4号的朋友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核弹 首先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武器 名字大家可能听的话 一般人觉得比较陌生 另外的话说能够在30分钟之内 达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它可以从泛登堡空基地 发射到莫斯科 也就是30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 这美国这个动向意味着什么 这发弹就是民兵三导弹的检测 目标呢就是让老旧的民兵三导弹 通过实际抽烟 证明了还有一定的能力 这个超高声速 跟我们平时讲的超高声速不太一样 因为弹道导弹洲际弹 它本来在重返大气层之内 就是高超声速 之前我们所强调的高超声速 是凭借导弹的形状 包括这个外部的气动外形 在大气层内这个水平飞行 能够实现超高声速 并不是以惯性弹道返回 所形成超高声速 我想这个两个超高声速 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民兵三导弹抽点 而且用配重的方式 检验它的射程和打击能力 第一呢肯定是显示威慑能力 那如果美国解除武器装备 打俄罗斯 那俄罗斯必须强力反应 而且俄罗斯目前 对于自己战略武器装备 包括核能力 也在周边进行大量的部署和调整 所以核对核 包括周边的核对抗 有可能是核心 第二呢 它有可能通过这种展示 去要钱 因为民兵三导老得不得了 老掉牙了 但是从俄罗斯方面呢 亚尔斯 包括白亚昂系列 以及沙尔马特系列 以及最近的先锋系列 都很高调 所以美国老旧的这些武器装备 能否在大国竞争中 发挥自己的核优势 现在很难判断 所以目前看呢 通过这种行动 向美国国会要钱 然后下一代哨兵导弹 能够及早服役 也是这次试射的目标之一 那另外呢 就战场上 现在俄乌冲突来看的话 俄方处于攻势 根据这个乌方的说法呢 目前比较激烈的地方 是波克罗斯克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在这个方向 可能俄方的攻势 会比较猛烈一些 现在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 在哈尔科夫的战事实际上 又进入了一个僵持战 但是呢 俄军在东部 也就顿尼斯克地区的攻势 日趋的紧张 而且强烈 还是要讲到 俄军正是借助于 哈尔科夫战役 给乌军造带 带来的这些防御上的空洞 来在东线试图通过 一些大的军事实行动 来给乌军造成压力 第二个就是 波克罗斯克和米罗诺格罗德 这个防线呢 恰恰是在阿富杰伊夫卡和马林卡 以西25到30公里 这个方向 它在战术上呢 确实呢 是接近于丁烈斯克州和 丁摩比德罗夫斯克州的 一个交界地区 对俄军来说 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持续的强攻 来给乌军使用压力 来以战促合 这是一个方向 好的 非常感谢 一位索客演播室 做详细的分析 也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再会 رف详细的分析 感谢观看